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毓敏 电子书 文言 虚字 股为 金融 已经上架公开发售 超过10万字的文本 还有12个小时教学影片 全套定价港币400元 收入将会撥充即将开播的 MyRadio 台湾频道经费 各位朋友 现在可以登上MyRadio网页 透过Payme 或者PayPal 购买 提高中文读写能力 支持MyRadio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多谢大家 隔空发工 隔空发工 毓敏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现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收科 区议会选举史上最低投票率 重创所谓爱国者治港的新选制 即是你羞辱习帝 羞辱习近平 爱国者治港的常遇 请问你李家超该当何罪 这条是死罪 那个是皇帝 你这条是死罪 应该像一条白色的 等于ato 白领 用白领 不是颈根 Training 用白领 逼置孔 被你丢蚈死 要不就是毒药被你吃 你要感恩 你怎教 做不到事 第一次我们继续讲 他们有几条矛理 一個是劉少佳 其實有時想想 我都超過七十歲 我經常戒慎恐懼 最重要不要年齡與智慧成反比 所以我多點跟年輕人接近 多點在網上看人們打飛機怎麼罵我 我會比較進步 有些人說 你去了台灣做藍絲 在香港做黃絲精神分裂 對我很有啟發 我做什麼藍絲在這裡 你不要天天吵架共產黨 但是是黃絲來搞我 我歡迎他們進來 讓我流量高一點 最近他們很流行 今天也有些朋友 有Silverjack奬禮一下我們 一百幾十也好 有些人特意玩玩 給10元新台幣 叫你不要早休息 也沒有所謂 都是錢 這幾條貿易 如何評論 以前會出現那些劉銳紹 馬岳 蔡子強那個西人 出來評論選舉 不同的政治光譜 這個佔了多少錢 現在這些人都去哪裡了 沒有 你打牌 他怎樣去分析政治光譜 於是大家就要去講投票率 27點多的投票率 是史上最低的 有選舉史上最低的投票率 好了 你說這個不是真選舉 那價格的地區 只選舉20席 不是20% 都是投票為人一票 是不是 竟然只有27% 但是有些人就說 一個就是我們逐個說這幾個契弟 我剛才說 年齡以智慧成反比 我自己是戒慎恐懼 千萬不要 所以要近一下這些年輕人 第一個就是劉紹介 他說地方選舉競選氣氛向來不刺熱 我屌你了 地方選舉競選氣氛向來不刺熱 啊 今次反對派未能參與選舉 他們無論支持者抵制等不利情況下 仍然有超過27%的投票率 而預算不作 認為可以收貨了 剛才我們分析過了 屌你了什麼老而不 喂 今次的投票率 喂 今次的投票 不要說投票率 投票人數 比起2021年 新制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投票 清一色建制派選民 一百三十五萬人 都少了成二十幾萬 是不是 即是你建制派是鐵票 那個當你是一個基本盤 一百三十五萬了 是不是 都不見了二十幾萬 怎麼可以收貨 啊 這些契弟 還要說 哦 地方選舉競選氣氛向來不刺熱 那上次那個是什麼 我上次有外國勢力 美國賺錢給香港反對派投票 給香港的反對派選民 是不是這樣 叫你吃屎 有一次 即是 益了你 是不是 是啊 你叫他吃屎都益了他 為何要給屎他吃 屎都沒有給他吃 喂 喂 學者 社會學學者 屎你這麼重要 還要是中大的Chair Professor 如果你是講座教授 你落後 真是 難怪中大現在這麼慘 真的 好了 第二個 就叫做譚耀宗 譚冠宗 這個就是前任的人大常委 這次選舉投票率有超過27% 即有近120萬人投票 這是合理的 亦都在預期之中 這個說法不理 跟著那個說法很好笑的 一般人都是社會環境平靜 都是覺得社會環境平靜 應該怎樣 一般人都是社會環境平靜 這句就沒有解 這個應該不是他原話 是說的時候 現在可能又不懂得寫字 一般人都是社會環境平靜 什麼意思呢 即是一般人都認為 或者一般人都認為 這是因為社會環境平靜 人們就覺得無所謂 哪個出來都可以 都是合乎要求 相對他的投票動力就少了 你要幫那些不投票的人去解話 人家是杯葛你呀陳鱷 OK 是吧 是杯葛你呀 是吧 因為疫情過後 有些人回到內地 或者出外 把你拿些數據出來 你老美 還有 回到內地那些 就好像剛才 我們這個哥哥 Everly說的就是 他回來了大灣區 特地禮拜六周末就去了 禮拜天就不回來投票 OK 這個投票是合理的 他說不錯的了 這樣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是吧 這些不是陳鹿是什麼呢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被認為是建制派最開明的曾鈺成 你不說話就沒有人說你啞的了 是不是 你快八十歲了 是不是 都要出來拆 真的 這個都跟我叫做 就是 比較好談的一個 因為他做八年立法會主席 整天跟我在那裡 是吧 就是大家有 就是 你可以說 懂英雄做英雄 你可以說 就是 大家懂得不同政見 是吧 就是我都認為 他是個非常之稱職的 立法會主席 來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他說那四個小時投票是算不錯的 他整體投票率能夠跟2021年立法會選舉差不多就算 比較滿意了 那2021年是30.1% 現在是27點多 差3% 那你收貨 阿曾主席你收貨 是不是 他說呢 今屆區議會選舉跟2019年區選的社會氣氛完全不同 當時風煙四氣 有市民稱不敢出來投票 現在呢 社會氣氛一片長和 有利選民願意出來投票 但同時不希望見到市民 因為覺得今屆所選候選人都愛國愛港 投票給誰都無所謂 因此 呼籲多些市民出來投票 我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有沒有看完這段影片知道他在說什麼呢 2019年區選社會氣氛不同 風煙四氣 有市民不敢出來投票 但你想想到290多萬 是史上最高的投票率 是金主席 你說什麼 現在 社會氣氛一片長和 有利選民願意出來投票 只有119萬 同時 這是講他自己的 我又不希望見到市民覺得今屆所有候選人都愛國愛港 投票給誰都無所謂 講真話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跟譚耀宗的講法不同 跟劉兆介的講法又不同 不要當現在很穩陣 他希望多些人出來投票 不要因為全部都是愛國者 你就不出來投票 意思是這樣 你說這三個人 全部年紀都比我大 是不是不說會死呢 不說話 是不是共產黨用支槍指著你的頭 劉兆介你要說話 或者指著你譚耀宗的頭 整個頭 要你講話 照近的就不是 剛剛 好 我們回到傑朗那裏 跟傑朗再說幾句 是 你覺得這幾條貿易說的 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他們說真 叫做為講而講 剛剛我看到他們有個數據 用19年去比較 就是說19年那個社會氣氛很刺激 怎樣怎樣都好 但是其實如果利用回 差不多的氣氛 我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 即當年應該是五區公投之後 其實那個氣氛都不是說很刺激 很盛 但是都說41.4%的票率 現在差不多是說 比起那次區議會選舉 再少差不多20% 這樣 這個顯然看到 你這個選舉是沒有競爭的 已經是完全沒有競爭 而 在廣大的香港人眼中看到的東西 就是 你出來的候選人全部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們大家都是要經過 你的三會提名 你都是要去 獲得資格審查的 你能夠進行的 都一定是建制派的 管理你是什麼政黨也好 獨不獨立也好 這樣 第二就是你的選區大了 很多人會覺得 我選這個議員 未必可以代表到我 就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理性一點去想 已經撇除了所有很多 非常政治的因素 就是你選區的心水寶 你以前25個議員 你劃到剩下4個 然後每區2個 那 我的票就變成 本身在制度下 我的票已經不重要了 然後你再 把選區劃到這麼大 那我的票的價值去了哪裏呢 那是沒有的 還有 我看到有一個評論 都是說 為什麼他們這次是收貨呢 就是說 他們以五區公投 當年那個立法會補選 作為那個底 就是不可以低過當年的17.1% 而達到2021年30.2% 就已經是收貨了他們 那這次就是他們 就是叫做差一點 那他們就自圓其說 就說其實都OK啊 27和30而已 那也都印證啊 李家超經常說 以結果為目標 當你的結果放在30.2% 那打個九折就剩下27了 所以 我就真的看不到 未來有些什麼動力 可以去看得到 就是說服到一些 普通的香港人去投票 就是已經是 這次的選舉 告訴大家已經不單純 只是說 是不是 所謂 在他們眼中 所謂反對派不投票 是一般普通市民都會覺得 喂 我的票的價值 以前我住那裏 我就投那個議員 現在不是啊 我選過議員 整個深水埗 半個深水埗都是看他投票的 這樣 那價值不同了 現在那個新制的區議會 那個職能和以前都不同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個我想問一下感好 現在 就是 這件事 因為全部都是直選產生的 除了很少數 這個鄉市委員會那些 當然區議員之外 基本上這個已經符合了過去 我們一直以來爭取這個地方行政 包括這個作為一個諮詢機構 還有它都有 那個職能 亦都有擴大到 有些地方有相關 有些重要的 那些民康 那些 他都可以 那些 就是他預算 那些 那 那 有些實權 可以說 那你現在不當它是一個政權機構 現在就典型是一個 連諮詢架構都不是 是吧 即是極左時代的街道委員會 等於是 去督下人背席 你什麼 告發人 現在最好 在網上看 沒有人在這裏 涉嫌違反國安法 他現在就做這些事情 是吧 有什麼值得 你 葉劉淑儀這麼高興 由一席變十五席 跟著就說 一千五百個百分之進帳 你什麼 這些人是 你那個職能改變了 還有你不要忘記 你這個區議會主席怎麼產生的 我們互相投票 互選 互選 即是說 那個區議會主席 包括區議會裏面有一些委員會 那些主席 都是民選區議員 投票選出來 互選 那 上一次的選舉 18個區的區議會主席 有17個是非建制派的 對不對 現在的區議會主席怎麼產生 政府 民政事務專員 政府 民政事務專員 還是什麼 啊 是不是找過 民政事務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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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是 是 做主席 那個為什麼是區議會呢 什麼叫做district board呢 和區議會原先的架構 或者是職能 是吧 基本上是兩回事 所以說一下 就算我當你是建制派 那些支持者 如果真是有些有識之事的話 他都應該不能去投票了 是不是 我選了這些人出來有什麼用呢 這些人就不會去扔汽油彈的 這些人不會反政府的 我支持他 支持他 你幫我做到事才行的 現在做不到 是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真是 他不只是 所以一般人說的所謂民主倒退 不是這回事 所以當初我對於這個羅建希 是嗎 就是他代表的民主黨 要找人去參選 我是奇奇以為不可 你是為他這樣的所謂選舉制度去背書 然後你告訴別人 我們還有空間 你知道嗎 我們都可以盡我所能去做事 是嗎 以前我們就笑他 有得入閘屎都吃 是不是 現在呢 就是 吃了屎都不肯讓你入閘 現在是 以前我們就笑他 嘲諷他 有得入閘屎都吃 現在不是 我吃屎了 吃了屎都不肯讓你入閘 那你何必要這麼賤呢 你一個香港曾幾何時 第一大民主派政黨 是不是 試過在立法會 或者立法局 幾多議席 最多議席是他的 喂 那個時代變遷變成這樣 你沒辦法 你就要認了 是不是 你又不可以抗爭了 在香港 那你還要在他這個遊戲規則裏面 還在玩東西 是不是 以前他 喂 在個尿籠底下爭取民主 我們就才有我們這些人出現 是不是 現在 你還要做這些事情 你不做我以前的角色 是不是 就算了 你還要跟他們一起玩 是不是 所以我 其實我講這番話 就是鼓勵下兩位 是不是 你們雖然只做了那年半的區議員 是不是 但是你真的 喂 那場選戰是打出來的 是不是 是爭取到當地的選民支持你 是不是 而只不過因為這個政治環境 變成這樣之後 是不是 沒有辦法 喂 你叫我去 就是宣誓 是不是 那你只是DQ我 去到就 那我不如自己遲 就是這樣解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起碼你 喂 我不會和你玩 是吧 是 就和民主派最大的分別 是這裏 所以就對兩位 我們就要表示 就是 不要說歌頌你 你肯定你這種作為 有所為 有所不為 是吧 是吧 你在英國 他來了台灣讀書 是吧 因為你們未來的空間 是很大的 是吧 你一定長命過我的 大哥 是吧 你只有二十幾歲 你只有三十幾歲 我七十幾歐 我一定是死早過你們 但是你是看到共產黨的 是吧 是 你看到李家超怎樣 是吧 是吧 你是可以報仇的 有機會 你明白嗎 報仇的意思 不是叫你用暴力 殺死他 是吧 而是你要主持正義 你這樣審判他們的 契弟的時候 你要出庭作證 這些就是報仇了 是吧 好 我們休息一會